要说野菜中最美味的是忌菜 那他的表兄弟碎米忌一点也不差 李时珍说忌生忌忌 古味之忌 忌忌呢就是长势非常茂盛的样子 忌菜呢也是古时初春 清皇不接时候重要的旧忌野菜 当然了也少不了碎米忌一份功劳 二月份左右呢开花花开雪白 如碎米一样细小 真是名如其花了 名单王盘的野菜普利说 碎米忌如布谷相为鸣鸡天语素 它是十字花科碎米忌鼠 细弱的草本 基数的羽状腹叶 小叶呢有波纹状的尺 花生与枝的顶端 角果线形微微的弯曲 碎米忌呢在中国有将近50个种 今天拍的这种呢应该是弯曲碎米忌 种子单裂成熟以后呢褐色 另外一个与它同颗的 性状非常相似的多半菜 也就是有的菜市场有销售的西洋菜 它的角果粗壮一些 种子是两列的 碎米忌生命力顽强 匍匐生长呢边开花边结果 是冬春季节农田常见的恶性杂草 你们看我这花盆的一颗 已经两三个月了 还在开花 如果说季菜的特点呢是鲜 那么碎米忌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有很多啊 采一点回去试试 有人说啊 你怎么什么都挖一点回去 破坏环境 其实我主要介绍的呢 是植物的人文 尝一点野菜呢只是给视频增加一点趣味 而且我采挖的地方呢 不是邻居家的菜地 就是枯水期裸露的河床 如果按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来衡量呢 那人类生来地球 就是个罪过 因为碎米忌啊太嫩的 这炒一下呢估计就没了 那就当早餐面条的配菜吧 焯水后呢直接捞起原汁原味 口感呢非常的惊艳 有豌豆煎的味道 但是呢比豌豆煎更鲜嫩 关注我 才能了解更多植物人文